伊朗的反投金示威抗议持续不断 执政当局态度也丝毫没有软化 继续采取强硬手段压制抗议民众 许多民众还是不顾自身的安危上街抗议 在国际间声援伊朗反投金示威的浪潮也一波接一波 多位知名女演员剪下了头发声援伊朗女性 并谴责专制政府暴力镇压 人权组织则表示伊朗这场全国性的示威 死于动乱的民众已经超过130人 校园里一群女学生对着台上男子呐喊 男子还是伊朗强硬派民兵组织巴斯杰成员 而这个组织在伊朗让人闻风丧胆 同样也是一群女学生对着一名男子泼水丢东西 这群伊朗女学生几乎都没带头巾 男子则是狼狈离开校园 22岁的伊朗女子艾米尼上个月中旬遭宗教警察指控 违反带头巾和服装规定遭到拘留后离奇死亡 伊朗的示威抗议就没断过 但当局暴力镇压毫不手软 画面中这名伊朗17岁正妹尼可 上个月20号参加反头巾示威 却离奇失踪 10天后当局通知家属到拘留中心的停尸间认识 尼可死因沉迷 以后朱利叶·毕诺许 马力勇 科蒂亚等多位法国知名演员 在IG影片中剪下头发 声援用生命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伊朗女性 并谴责专制政府暴力镇压 瑞典则有议员在国会殿堂当众减法声援 伊朗这波示威浪潮越滚越大 连国中和高中生都加入抗争行列 直怕当局采取更残酷的血腥镇压 会有更多民众送掉性命 刘勇伟编译